巴西联邦审计法院星期三判决说 罗塞夫总统领导的政府2014年的审计做法 包括了利用各有银行未经授权的贷款 弥补政府预算策额违反了法律 但政府说他没有从事任何违法的行为 他只不过是在同时应对各种资金 以便与过去的做法保持一致 这个判决对第二届任期 仍是不到一年的罗塞夫政府是一个重大打击 为反对派威胁启动弹劾程序提供了口实 而之前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决定针对罗塞夫2014年的竞选活动重新展开调查 有报道说这个可能导致他当年的竞选连任的资格被取消 从而提早终结他的总统职务